中原普渡不只是传统习俗的节日 同时更是发挥爱心的最好时机 北京有线电视透过将中原普渡的大量干粮食品 以及各类民生物资 于9月8号下午由北京有线电视总经理徐雪凌 亲自送物资到于友院 让孩子感受到社会的爱心与温暖 北京有线电视一直是地方媒体 我们非常关注这些公益团体慈善机构 所以这一次在中原普渡过后 我们公司内部的同仁 我们也主动发起 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中原普渡的物资 捐赠给我们牧祥育幼院 那我们在捐赠之前 还特别也询问了院方需要 小朋友需要什么样的物资 所以我们还除了一般的民生物资 白米沙拉油等等 我们还特别针对因为开学季 他们需要学生袜以及口红胶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 透过在地媒体能够发挥影响力 发挥爱心 也希望更多的社区里面能够投入爱心活动 北建有限电视这次捐赠的民生用品 主要是针对牧祥育幼院孩童需要的物资进行采购 而对此牧祥幼院除了感谢北建有限电视的协助 另外牧祥幼院也希望捐赠单位能先了解育幼院的需求 再捐赠物资 借此要珍惜社会大众的爱心 可以先打电话来问我们的 就是目前因为本来我们缺的东西会不一样 因为孩子有时候开学会缺这个 可能刚好暑假要去游泳缺了泳裤 所以其实就是看每个时间会缺的东西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的话就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当时候状况是缺什么 就是尽量不要浪费大家的那个心意跟物资 北建生根在地多年长期深入地方社区 致力于社会关怀 而今年因为碰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经济景气不佳 影响公益团体募集物资的成果 对此北建这次透过募集同仁的爱心 共同做公益希望要让散的循环延续下去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